請教我是林醫師 美國下一批好像這兩天要來了 日本第二批也都來了 所以呢 這個叫做接受他們就叫做乞丐嗎 來林醫師怎麼看 我是真的覺得我們自己在國內 在這種疫情的當下 竟然還有人把這種很不容易 我們必須講美國跟日本跟台灣沒有邦交 沒有邦交國的情況之下 人家看在我們對於疫情的緊張 再強調一次 美國跟日本國內的疫情狀況 沒有比我們穩定 這種情況之下別人捐贈我們疫苗 甚至像立陶宛他們捐贈我們疫苗 這種情況把人家說 我們像乞丐一樣得到人家捐贈 那問題是你想想看 這些國家在最初去年四五月的時候 是我們把口罩送過去的 所以你現在是在說 他們是口罩乞丐嗎 這種用詞 我這樣講你國內兩個政黨 三個政黨之間互相怎麼樣攻擊 那是你自己國內的事 這種牽涉到其他國家 甚至這些都是無邦交 但是願意跟我們彼此合作 照顧對方人民的國家這樣子的行為 去把他講成說 我們就這種行為叫乞丐 或你這樣等同於當初人家拿我們口罩叫乞丐 我真的拜託國民黨裡面 內部的某些人 你們不要再丟人現眼的 你這個丟人現眼 不是丟你們自己的臉而已 丟的是國家的臉 你這樣講嘛 像日本像昨天謝長行大使有提到 這種東西不要這樣講 因為他對於日本在交涉會非常難交涉嘛 那這樣的事情 你去傳到其他國家耳朵裡人家怎麼看呢 你看這一次像立陶宛 他們捐了兩萬劑AZ給我們 我們臺灣有這個網路上的這個 所謂的他們畫了圖文作家畫了可愛的圖 說當初我們就送了口罩 後來換我們被打傷得很慘的時候 他們就送我們疫苗 這個圖甚至上了人家的外交部部長的推特 人家寫說臺灣有這樣子的反應 我們很高興說 你們收到我們的這個疫苗 你們是這樣子的回饋 你們是這樣子的高興 知道說我們是願意照顧 大家互相彼此照顧的 國際上會這樣看嘛 那你去搞出國民黨這邊有人去講說 把他講成說我們就是體概啦 這種事情 你看看說捐贈我們的國家 你就算不談國內大家是什麼感受 你去看捐贈的國家 他們會有什麼感受 真的拜託不要丟臉丟到國外去 臺灣在這個國際社會 這段時間我的觀察是 沒有邦交的國家 都跟我們做出這樣子的 互相幫助的行為了 臺灣的國際地位跟國際角色 是一個重大的一個開展 甚至我自己一直認為說 在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之間的合作 或國際之間的關係 一定會跟過去的那種 疆界型的或邦交型的關係 絕對不一樣 我覺得其實現在去講這種話 只是凸顯了這樣子的政黨 在整個國際氛圍 或者是國際關係裡面 一點應該有的想法都沒有 是 我請教授羅醫師 如果看到謝長廷昨天的臉書 包括他的行程 他到這個靖岡線 那麼還送上了臺灣的鳳梨吧 當他們小朋友的一個 一個餐點的一個同時 香蕉 不是鳳梨是香蕉 不過不管鳳梨跟香蕉 現在在日本都非常非常夯 都大受歡迎 那其實謝長廷講了一個精神說 他說其實對這些人來講 你會講乞丐疫苗 代表什麼 你根本什麼 你不會幫助別人 你不接受別人幫忙 你也不會幫助別人 以現在這個態勢裡頭 我們這些邦交廣是處在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接受人的幫忙 其實問心無愧 因為我們可以回饋人家 甚至某種程度 他們也是基於報恩 我們跟他們互動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會想要去滅了這個國家嗎 來 臺灣的國民 在這個時候難到某一種程度 我們的國家的尊嚴 有因為接受這個疫苗 而受到損害嗎 我們的國家有因為接受這個疫苗 結果真的就淪為乞丐嘛 來 盧醫師怎麼看 我想把這個我們的友邦 6月4號日本所送的AZ疫苗 跟6月6號開始 美國不斷馳援的這個莫德納疫苗 說成是乞丐疫苗 這未免太跟現實脫離太遠 那大家知道說 疫苗現在是國際上 就缺少的物質 是非常珍貴的防疫的一個物質 如果我們今天講乞丐 太半是認為說 譬如說剩飯剩菜 這個叫做乞丐 可是現在送給我們是什麼 在國際上這些是龍蝦鮑魚 是大家求之不得的物質 所以我覺得 講乞丐疫苗 基本上是內在 乞丐心態的一個投射 什麼叫做乞丐心態呢 有一群人 雖然深屬在台灣 喝台灣的水 吃台灣的米 呼吸台灣的空氣 但是從頭到尾呢 都是其他國家的在地協力者 從疫情開始 沒有一件事情 是站在台灣隊的一場思考 各位 我們現在得到世界各國 我們所有的口罩的持緣 為什麼 因為在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 台灣人就以我們自己的善良 在全世界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我們把我們珍貴的口罩資源 廣送到世界各地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我想今天在看電視的很多觀眾朋友 當初都曾經毫不遲疑的 按下你手中的按鈕 把你的口罩 神秘之口罩捐出去 現在這些善的一個互動 開始在國際上蔓延 不是只有日本 只有美國 包括有一個人口不多的國家 叫立陶宛 立陶宛 它以它有限能力 它也決定要捐給台灣 AZ的疫苗 雖然只有2萬 我們收不收 我們當然收 這算是乞丐疫苗嗎 不是 重點不在於它量了多少 是一個新意 重點是全世界的民主陣營 在這個過程中知道說 疫苗本身不能當成是一種邪惡的外交手段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做這樣的抵擋 剛說的立陶宛 它跟台灣長期的處境很像 它雖然是一個中等的國家 可是在旁邊有強敵環視 包括中國 包括俄羅斯 它只能跟其他國家 譬如說烏克蘭 一起協力 來維持它自己的尊嚴 跟國際地位 這一次 美國和日本 它捐助台灣 其實在國際上起了一個很大的示範作用 它說只要基於人權 基於正義 你可以勇於發聲 你不用再吞輪 有一個國家叫法國 最近法國把台灣的民眾進出法國 當成是有綠區來使用 當成是綠區來處理 那實際上我跟大家講說 剛剛說的那個國家 被設置為成社區 所以他們也覺得說 玻璃心稅滿地 那我回過來看法國為什麼這樣做 法國認為說 有些事情也許在外交談判上 可以跟你 你一個協選 大家來談 可是有些事情不能推浪 就是健康 就是人權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國家 在過去 一帶一路的政策之下 嘗試了很多的苦果 包括說 蓋了很多爛尾龍 工程起源後 工程款追加 最後搞得整個國內沸沸揚揚 民主社會裡面就是會有改選 把執政黨拉下來 可是那些爛尾龍 藉由執政黨的一個轉換 可以解決問題 頂多什麼 國家就是花錢消災 或者說很多的國家資產 被其他國家剽竊掉 但是 疫苗這件事情 現在也發生什麼 一帶一路的2.0版 我們看到包括中歐 東歐的國家 包括希臘 包括匈牙利 也沒辦法承受這樣的誘惑 他們打的不應該打的疫苗 結果呢 如果是爛尾龍 羞羞補補也許臭耳的用 如果是疫苗打在身上怎麼辦呢 那就沒有辦法解決了 這時候他們進退為股 打第三劑嗎 重打還是補打 前面打過的造成的傷害怎麼辦去彌補 所以回過來看 現在疫苗從來不是乞丐疫苗的問題 現在疫苗展現的是什麼 是民主國家基於世界核心的價值 人權 健康 團結在一起 我想台灣在這個過程中 感受到真心誠意 也代表說我們去年說的 台灣可以幫助世界 現在世界一起來幫助台灣 那我們面對現在的疫苗要怎麼做呢 我覺得幾個部分要去思考 第一個 我們要正視這樣的友誼 這樣珍貴的情誼 第二個 我們要唾棄那些一直唱衰台灣的人 那些說是乞丐疫苗的人 事實上為什麼會這樣投射 因為你一直沒有跟台灣站在一起 我記得6月4號 6月6號 當我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其實內在是非常感動的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們不孤單 就跟立陶宛的精神一樣 我們不孤單 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可是我們的心智是非常堅定的 這900多個小時 台灣在這些國家的支持之下 挺力越站越好 現在我們的檢驗量已經到高了 當然我們RTP 下可檢驗8.9萬 我們的一個散檢站在全國已經有299 我們重生加護全部都串聯起來 我們北冰南宋送得很好 我們現在連社區的病例都在減少 所以我認為說唱衰台灣的人可以了 夠了 尤其面對這些友邦的一個捐輸 請你要發揮基本的尊重跟常識 對於國際友邦的這些誠意 不要繼續去污蔑 我總覺得說日本人 美國人一定都很重視 日 台 美台之間的關係 雖然這些言論不代表台灣的一個立場 可是這樣子在國際上傳送出去之後總是不好 回歸到台灣的價值 我想目前我們要檢視一件事情 那些唱衰台灣的人請問 在地協議者 你打的是什麼疫苗 如果你打的是聯亞 請你舉手 如果你打的是A技 請你誠實以對 台灣可以讓你打 但是請你不要吃台灣的米 喝台灣的水 但是背棄台灣